故事的起因 老高之前发了一个折腾1165G7核显直通成功输出HDMI图像和声音的动态 里面三张图片分别是PVE运行 I7-1165G7下的 虚拟温时下的XE核显和HDMI音频设备 任务管理器性能下面GPU像 测试机器和核显成功直通显示器拍照 结果朋友发了一张截图 老高斯文身上优点和缺点都不少 活了这40多年 唯独吹牛这个属性点是零 每次分享一点东西出来 也是希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大家一起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经常折腾几天几夜 又做视频 又分享文字教程 即便是搞收费 我觉得也不为过 更何况一直是免费分享 尽力帮助朋友和群友们 虽然有时候私信比较多 可能回复不过来 大家见谅 确实让我心寒 还是那句话 不喜勿喷 敬请离开 谢谢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机器是怎么接的显示器 这个机器是i7 1165G7 HDMI的线出来 然后接的这个小的显示器 大家如果对这个小显示器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老高网期的视频 然后这根DC线是个一分二的 一分二的线 一根是插在了这个路由器上 另外一根是接的这个小的显示器上 然后这边这个网口 我一号网口是PVE的管理口 咱们先来开个机看一下 现在是关机状态 i71165G7 重启一下进PVE 好 PVE启动完了 已经登录了 我们看一下 i71165G7 装了很多系统 我们看一下这个Win10 有朋友质疑老高发的那个动态里面 说咱们只发了一张图 全靠吹的是吧 那咱们就看一下 是不是咱们这个Win10核显直通了之后 可以HDMI正常的图像输出和声音输出 我们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手机挂起来 基本上可以全景的看 行 咱们现在启动一下 这是Win10是吧 咱们启动 咱们启动 咱们看好屏幕 因为这个核显直通方案 它是没有Windows的启动的界面 它是不显示的 启动完了之后 它会自动登录 稍等一会儿啊 好 Windows启动完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图像是正常输出的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Win10 但是给老高一个大的惊喜 咱们做测试的时候 从来没想过 它能声音是正常的 因为5105 还有其他6005几个机器测试的时候 还有网友反馈的 用同样的方法做核显直通完了之后 像这个Go6412 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咱们看一下这个声音 我这直通了我的这个 之前老高往期视频做过的这个键数 我用它来直通进去 直通进去就可以控制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是正常的啊 咱们跳一下视频哈 换一首吧 声音两个声道都是正常的 好了 声音都是没问题的 声音都是没问题的 咱们这个机器重启了之后 这个核显就无效了 老高跟大家说一下 那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像之前直通有问题的话 它在设备管理里面 可能能看到这个核显 显示的是正常的状态 显示已工作 但是在这个任务管理器里面 性能它里面是看不到这个GPU的 重启了之后 要么它就会蓝屏 然后进入去Windows 死在那了 要么它就会错误代码43 也就是这个地方会显示错误代码43 然后是感叹号没法应用 但是它绝对不会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出现 这个GPU的 任务管理器性能里面是没有GPU这一项显示的 那个GPU是不能用的 那种状态就是直通失败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质疑咱们重启了之后就下菜 咱们给它重启一下试试 分两种重启 首先是把这个虚拟机给重启 过会咱们把整个PVE给重启再试 现在是点了重启 好重启完成了 没有斜菜啊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虚拟机设成开机自动启动 删成开机自动启动之后呢 咱们再把整个PVE重启一下 那首先呢我得把这个Windows先关闭了 我们把PVE重启一下 我们可以用命令行 但是咱们不是为了给大家录得更清楚吗 我们全会用鼠标来操 我已经设置了虚拟的Win10 启动就是启动PVE之后 自动启动虚拟机Win10 这样我们点了PVE重启之后 它过一会儿是两个流程 首先PVE会重启 PVE重启完了之后呢 虚拟机的Win10再启动 咱们一会儿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显示器上面 是这么两个步骤 PVE先启动 PVE启动完之后 显示界面自动切换到虚拟的Win10启动界面 它不显示Win10的启动界面 但是它过会儿Windows10启动完正常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Win10登录的界面了 我们点压重启了 点压重启了 现在第一步是PVE重启 我们已经听到风鸣器D响了一声 重启开始 首先是PVE PVE正在夹子里 好PVE启动完了 黑屏是表示Windows10在启动 它自动在切换HDMI的信号源 当Win10启动完了之后 登录了就会显示界面了 因为这个Win10的启动界面 它是无法显示的 稍等一会儿Win10正在启动 好Win10启动完了 有没有被打影 重启之后是不是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声音还在不在 声音还在没有问题 和弦不用响肯定是在的 如果和弦有毛病的话是不会显示画面的 这是和弦 这是声音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款机器是测试比较完美的 i71165G7 把声音关掉了太吵了 那些小黑子们是不是又会说 这个是接的另外一台 你看好了那个HDMI的线 出来是接的这个 公控机 1165G7是接的这款机器 那你说它在 不然咱们这可以证明一下 我这直接点PVE关机 点PVE关机 你看在这是不是一会儿会关上呢 怎么样 关上了吧 我们一会儿看这个电源灯 一会儿就关了 好已经完全关机了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看往期N5105的较长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